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1日 星期日 這個長假期 明天因為香港還是放假 美國我想也是假期吧 如果五天 所以我們就會多做一些不同類型的話題 這次要跟大家說說美國的國策大轉向 美國以往一直都有一群人 擁抱紅貓派 包括老布殊小布殊 他們 即使是共和黨也好 他們一大群擁抱紅貓派 民主黨更加是 克林頓 希拉利 這群人 兩黨也有一大群人認為中共 是可以改變的 只要中國裏面的中產階級夠多 他們就會 追求民主自由 從而改變政府 令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但是他們的想法完全錯了 因為他們太不了解中國人了 中國人 基本上現在的中國人 當然以往就不一樣 在民國時代的中國人 可能是這樣 但是經過共產黨這幾十年 的勞化教育 而且那種 這樣的拳制 管制 由搖覽 去到墳墓 共產黨也要管 什麼都要組織和你安排 以前包括你的對象 即是娶老婆 你的工作 你的分配 全部都是共產黨作主 包括你 可以在哪裡住 可以去 不可以去 全部都要申請 黨組織控制了你 從出生到死亡 都由共產黨控制 這樣的中國人 被奴化了 教育了幾十年 怎麼會 想著爭取民主自由呢 就算是中國的中產階級多了 甚至乎億萬富翁多了 他們 都是希望 可以親近權力 成為權力的分子 他們知道現在的國家是一把廉刀 他們就想加入成為廉刀的分子 而且 他們知道 他們本身是糾菜 但是只要我站在廉刀那邊 我有機會做廉刀的分子 我就可以收割其他人 這個就是中國人 最新的寫照 最新的面貌 而美國人 其實是剛剛才醒了 為什麼呢 是由於 這個 中共 全力支持俄羅斯的侵略 美國那群擁抱紅貓派才徹底不知道自己 原來錯了很久 他們一直都錯的 包括以前的基辛格 包括 再之前的 那些 那些 親共的人 說回馬歇爾 親共 再說回杜魯門 當時就把中國斷送了 不要說到那麼遠 說回現在的 就算是奧巴馬 克林頓 全部 都是屬於 擁抱紅貓派 他們希望 改變中國 讓中國 成為自由世界的一員 但是他們的期望落空了 現在的美國 整個國策 是由中共全力支持 俄羅斯這個納粹 的侵略 中共其實 已經跟俄羅斯一樣 已經都是納粹的一員 所以現在這群擁抱紅貓派 徹底醒悟 現在的美國 不論是共和黨 民主黨 他們對於中共的立場 也越來越強硬 所以 第一個目標現在是要消滅 侵略烏克蘭的邪惡國家俄羅斯 第二個 下一個就輪到中共 我們詳細跟大家說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看到 國務卿布林肯 他在國會的山莊演講 他說 中共在烏克蘭戰爭上面的回應和表現 令到歐洲 當然是美國也是一樣 對這個大國的態度有所動搖 中國要為他們 的行為付出聲餘代價 面對各界擔憂中共將仿效俄羅斯 例如侵略台灣 布林肯說 美國將會持續支持台灣發展 發展的不對稱作戰能力 應付中國軍事威脅 與此同時 布林肯也說 他會在未來幾個星期之內 針對中國崛起 發表國家安全政策演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 幾個星期之內 應對中國崛起的戰略有關細節公開演講 布林肯 出席了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討論2023年 財政年度 國務院預算的聽證會上 國會共和黨人多次批評拜登政府上任一年多 缺乏完整全面的中國政策 不單是立法部門 美國行政當局也將事不擊 是華盛頓最主要的戰略競爭者 兩黨議員普遍認為 中國是21世紀 美國最大的地緣政治威脅 並積極推動多項目標在於提升美國競爭力和中國展開抗衡的法案 今年2月 拜登政府公佈了首份印太戰略報告 列舉出十大印太行動的計劃 誓言將向這個地區投入更加多的外交和安全資源 包括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周邊環境 我們的目標不是改變中國 而是塑造他所處的戰略環境 因為 改變不了中國 現在是要對付中國 這個他講得很清楚 因為改變不了 報告提到 美國政府將制定一套針對中國的戰略 不單止 是 緊接著2月底俄烏戰爭爆發 華盛頓外交重點是討論 即將轉移到歐洲 來自馬里蘭州的民主黨參議員 聯邦參議員 在聽證會上就說 烏克蘭戰爭開始 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表態 使得全世界 美國 歐洲國家都感到擔憂 美國應該趁這個機會 跟歐盟 跟其他盟友進一步 在中國問題上合作 即是一定要夾粉一起打倒 普京對烏克蘭的入侵行動所產生的後果之一 就是歐洲夥伴 如何看待中國的回應 這個參議員說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機會 我們應該跟歐洲 以至其他盟友 用實際的方式 更緊密地合作 在中國的議題上 採取協調行動 布林肯回應說 歐盟領導人 以及中共的國家主席 最近 峰會 結果對中共是一點好處都沒有 因為歐洲 對中國的懷疑越來越深 甚至乎他們已經知道 其實中共就是俄羅斯 兩個蛇鼠一鍋 你怎麼能夠要求兩隻豺狼 一隻狼一隻背 跟你和平呢 中國 是為了俄羅斯 甚至乎他們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我們會看到全世界對他的反應 都是一面倒 任何人站在俄羅斯裏面 都是跟自由世界作對 中共已經是站在歐洲和美國的對立面 布林肯說 俄羅斯的入侵行動已經超過兩個月 分析認為 中國正是從烏克蘭戰爭中吸取教訓 以及作為 攻打台灣的準備 這個我們也覺得 會有可能 兩黨議員在聽證會上 都覺得台灣面臨中國軍事威脅 一定要做些事情 不然 台灣有很大的威脅 其實很簡單 一個方法就可以使得中國 不敢再想 不過這個方法 當然是 要很大爭議 是不是個個都同意呢 就是在 台灣駐軍 當你在台灣建立這個美軍基地的時候 我不相信會有任何國家敢打台灣 是不是啊 又不用打仗 這個真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如果真的要搞和平 就應該這樣做 不過這樣不是我們的希望 我們是希望 中共 是透過 一個 冒進的行動 而使得他亡國 因為我們認為台灣有能力 傳遷中共解放軍 空軍 海軍 好了 美國的國會議員組成跨黨派代表會 去台灣進行訪問 他們認識清楚台灣現在主導了全球高端半導體的生產 意味著對美國民眾有著心軟的影響 由汽車到雪櫃 再到智能手機 如果中國拿到台灣的話 就會控制全世界九成的半導體 這樣世界會陷入苦難 這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 所以 現在 美國已經把台灣定為一個戰略的據點 怎麼可以讓他隨便 讓中共拿走呢 然後 美國國務院也批准向台灣出售一批價值9500萬美元的愛國者防空系統 協助的技術 包括設備訓練 系統服務等等 美國 從2009年開始 在台灣售賣超過300億美元的軍備 現在布林說 會持續關注中國和所羅門的安全合作進展 如果中國真的在所羅門建立一個軍事基地的話 這個是直接插入太平洋的心臟 以及威脅澳洲紐西蘭的安全 當然 我們認為 美國也可以做相應的事 就是 在澎湖 或是金門 設立一個軍事基地 既然在太平洋 距離你那麼遠的地方 也可以設立軍事基地 那為甚麼美國 不可以在澎湖 或是金門島 建立美軍基地呢 你看到 美國對於中共的態度 已經徹底改變了 而現在的當務資格當然不是中共 中共只是擺在第二位 因為第一位要先燒到俄羅斯 當然美國的武器源源不絕運動 也是用資源來拖垮俄羅斯 大家打仗其實是鬥燒資源的 你一架坦克打換我一架坦克 我一架飛機換你一架飛機 我還有很多飛機 你有多少架燒啊 徹底把俄羅斯的武器全部 用盡為止 全部用盡了 打完俄羅斯的武器 再打完俄羅斯的兵 這個最終 你如果沒有軍隊 我看你怎麼再侵略 這個我想是美國的策略 當然這個行動 我相信應該會在中期選舉之前就完成的 我估計還有三四個月打了 未必會拖到10月之後 先説俄佬 後滅中共 這個是我們現在看 美國的最新國策 先說到這裡 拜拜 就讓你換我讓我再給你 打坐